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星期一晚的 令世界覆卓的陰謀有Nikki哥 還有小花 對啦 又來到這個星期一了 沒錯 我們是陰謀論節目 這麼久以來 其實都不少的場合 是會提及一個New World Order的東西 沒錯 New World Order其實 譯回到中文 新世界秩序 新世界秩序沒錯 對於現今的社會 或者一些信服不同宗教 或者不同理念的人 就開始越來越提及得多 這個New World Order 就是這個世界發展到今時今日 其實會不會有一個 系統的做法 整個世界性統一去運行 沒錯 就像Likki哥所說的 我所說的 我所說的 這個New World Order 就是一個 統一化 簡單來說 世界性統一化 對 中間會提及有些什麼 譬如可能 單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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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單一貨幣 甚至乎單一語言 我所說的 是世界性 我所說的 單一貨幣 其實在 我想早兩三年開始 譬如 比特幣 其實比特幣很久 比特幣很久 只是開始有人炒的時候 是 我所說四五六 裡面的事 四五六 裡面比較多人 其實現在又沒有什麼聲音 現在最近 電子貨幣就是去中心化 然後全球統一 虛擬貨幣那些 都越來越盛行 沒錯 我之前也有說過 在美國很支持特朗普總統的 QAnon這個動作裡面 沒錯 他們中間提出了一點 我覺得是 比較有些意思 可以再細拆出來 說多一點 就是他們說 特朗普的出現 本身對於一個 叫做影子政府 就是一個 很突 阻礙 意外 對 阻礙的意外 對 很影響他們本身寫的 整個劇本 整個劇本 這個字我們經常聽不少 尤其是今年在香港 是劇本來的 經常都說 寫好劇本 要跟著流程 慢慢進步一步 推進 但其實 也有個定義 那些劇本 那些 有這些說法 是 我不否認其實 這個世界 去到 尋找 運行等等 會有個行程 我覺得是有的 是 有個日程表 每到哪個時期 就要做些什麼 對 但也相反到最後 說真的 我們自己個人 寫的行程 有多少 又真的跟到行程 對嗎 通常每一年 新年的時候 就會說 嗯 2020年的時候 我要寫 有什麼目標 那些 通常 到2020年尾 或者說上年 好像做不到 整年做過什麼 對 2021年頭寫的 2020年的時候 你拿出來看 有哪些做到 做不到 再說近一點 例如我們 mihk.tv的 timetable schedule 其實大致上 都是跟著次序的 你要記住 各位觀眾 小花說了 大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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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們 復出的陰謀 是十點半 可能其實 也會看回 對上個節目是怎樣 遇到鬆一點點 對 會有酒盞 那我們的酒盞 可能就 那個酒盞 還有 我看到有人在留言 在說 常常播廣告 這麼多廣告 我心裡想 怎麼做給你看 大佬 租不需要錢 大佬不需要錢 還有在廣告 鱷魚自己拍 還有其實 也希望大家 體諒一下 看什麼 免費 看廣告 你肯定是在看免費 免費 看廣告 大影 又不見你說 CCTVB 這麼多廣告 我們拉近一點 對不起 對不起 輕輕說兩件 如果New World Order 那個阿Gender 一直走 除了特朗普 如果出現 好像QA9 是一個意外 今時今日 在世界各地 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 反政府活動 嗯 那究竟 這件事 會不會 跟New World Order 有所關連呢 譬如我們剛才說過 New World Order 是統一化 是 如果說統一化 很多時候 就好像有一件事 是沒有了 那你覺得那件事 是什麼 自由 嗯 因為你說到好像一統一了 所有事情 就會好像有批凡 是的 還有那個叫做 聲音沒有那麼多 通常一種聲音 是 還有 怎麼說呢 因為你被壓迫 我覺得 為什麼全世界 現在有這麼多個不同國家 有些人會選擇是 由自己的國家移民 去其他國家 因為他有得選擇 去一個比較適合自己生活的地方 那如果 當全球統一化了的話 他是連選擇 即是有些人連選擇想去一個 認為比較舒服 比較適合自己生存 生活的地方 都不能這樣去選擇 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那 譬如自由的題目呢 就非常之大 當然也不是我們今晚主題 但一提到這裡 想說一點點 譬如我拉後 很多千萬步 就去了 我望著地球 其實我們所有人類都不能選擇 在這一刻 因為我們就是在地球 迫著在地球 其實你可不可以說 你還是沒有自由 你作為一個地球人 我已經不是說哪裏 你都好像沒有自由 那當然自由是什麼 這個題目太大了 可能有個框架裡面 那個框架多大 要多適合才是叫自由 諸如此類 可以大家自己去想一下這個問題 那如果統一化 我都會同意 剛剛所說的 譬如統一化 New Order 好像是沒有自由 但現在各地不同的地方 有些叫做反 反的通常都是反極權 就算是美國一個 叫做很自由的地方 他們又可以投票總統 一票 那他也有個Black Lives Matter 這樣出來 黑人那樣東西 是 譬如人種又好像有限制了 是 那其實這一類型的示威 或者抗爭 會不會對於New World Order 也都好像特朗普出現 是一個意外來的呢 嗯 那我們怎樣可以去 那就算它真的是一個意外 那怎樣呢 是否等於其實 大家在不同的地方出來 是下意識去反抗一個 極權 極權 是的 那當然啦 這些事情 我們都不會去到每一個地方 都感受過 親身體會 但是 今集我們就可以 細看一看最近 是 有哪幾度 都是很同時間近期是有些抗爭 是 那當然啦 今集去到 今個月的這一日呢 比較大型一點的 暫時就是泰國那邊 沒錯啦 在17、18日那一個禮拜 即是剛剛過了的這個禮拜 上個星期 剛剛過了的這個禮拜 其實在泰國那邊 其實這個反政府的組織 The Free Youth Movement 就在這個叫做 勝利紀念碑的附近那裏 是做了一些的 叫做集會 是的 集會 亦都在這個 晚谷各地的一些地鐵站 BTS站 附近那裏 都作出了有很多的抗爭活動 而且在我忘記了 17號還是18號的凌晨4點 好像是18號的凌晨4點 泰國當局都宣布了 進入了一個緊急狀態 是的 當然這個集會示威 我相信大家都看了不少的照片 我都會看完是很激動的 因為我都想起很多 很切身的一些場面 嗯嗯嗯 那我們可以出一下一些照片給大家看 好啊好啊 即是這個就是在 即是其實眨眼看不說 就以為 咦 為什麼把舊照片拿出來看呢 是的 這麼似曾相識的呢 因為這個情形 這裡是BTS站下面的馬路 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裡好像是CM站 是一個叫做交通樓 正市中心的一個最繁華的地方 那個地鐵站 即是等同於香港的金鐘和中環的地方 是的 是的 其實當地的曼谷的一個BTS站 以及D地鐵站 因應警方的呼籲 也都是在好像17號的下午3點 已經全部關閉了 全部關閉還是關閉了十幾個呢 我忘記了 好像一開始關閉了十幾個 後期就好像多達20個 還是有30個 是的 因為大部分的 因為泰國人口其實是多於香港很多的 所以聚集在曼谷的一大班的示威者 其實他們只要走一走出來 我們去下一張照片看看 這些都是早幾天在泰國曼谷的示威行動 這些是示威的衝突 是的 沒錯 再看看下一張 和防暴警的衝突 很像的 似曾相識 也是噴藍水的 沒錯 他們也是有出水泡車的 下一張會看到水泡車的情況 他們也是噴藍水的 在BTS站附近 那其實有不少 這個就有人在Twister放了出來 有人就放下了一些狗糧 其實連這件事 在去年其實都已經見不少了 大家 有罐頭有盛 我記得之前是 那再下一張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他們的和尚 那都忍不住 佛祖也要 佛都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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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指他們燦 我真的要拉遠一點 因為泰國的一些和尚 有些叫自行出家 那些出家是可以還足的 所以這個和尚 未看光頭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這個和尚應該是有機會是短期出家的 那些和尚 可以先回來 其實除了這些之外 相信有更多的照片 大家都看過 沒錯沒錯 但是呢 有不少的人 都會提及一個就是 哇 香港那時候是輸出革命 是 因為譬如 也不是早前 其實現在有 譬如白俄羅斯現在的一些示威 現在泰國 很熟悉的畫面 基本上 沒錯 那那個抗爭方式呢 大家都會有 譬如設計劃 然後是有要求 有些訴求 沒錯 如果說泰國的話 他們的三大要求 其實很簡單 就是解散國會 修憲和停止打壓意見 停止打壓政治的意見 其實還有一個 解散國會 應該是包含 是要巴玉下來 是呀 這個軍政府的那個 話事人 其實之前呢 有一集 我和Licky哥是說 一個叫軍政府的 極權 我們都提過泰國 是的 如果大家想清楚了解一下 這個泰國的示威 這個背景 為什麼會搞到現在 這麼危急的情況呢 就是會示威行動去到 繼續升級的情況呢 大家可以看回我們 例如早前有一集 是專門說泰國政治的 那個時段 譬如呢 用香港去比 就是剛才提到 可能有些人說 很像 其實說真的 我不覺得 是叫香港輸出了催淚 只是大家用了方式 因為譬如 在香港 也曾經 譬如有遮掩 遮陣 怎樣去整飾一些 譬如催淚彈等等 這些方法其實是被影低了被人看到 泰國人那邊 他們都有用類似的方法 但是坦白說 輸什麼鬼都出 其實人家那個人 已經沒有我們的遊行 那麼多 但他們做到出來 整個畫面 都是很齊心的 當然我們香港也會有 但有件事有點不同 至少在泰國 今次的 這麼多年來 比較一個最大型的衝突 示威衝突 警方那邊 起碼我沒有看到 一些 很暴力打到 爆光的畫面 其實應該有的 因為他那邊的媒體 都禁得很厲害 但是 實際上說 別人的執法部門 是有些有良心的人 在 例如有些 本身 他們是警察 他們都支持 因為你們三樣東西 那個訴求是不過分的 他們都會跟示威者 有些交流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剛才有一張照片 給大家再看一次 就是 示威者和警方 衝突起上來的一張照片 第二張 這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警方那邊 只是拿著 盾 其實很近示威者 他們也不會揮警棍等等 那些行為 但是你說 執法部門 在不同地方 是不是都會有些 污髒的 那肯定的 一定會有的 肯定會有的 但是 如果說 香港的威脅革命 我自己個人 我就不太同意這個說法 方式可能是差不多 這個說法 我們回到廠 麻煩你 這個說法 我自己覺得 就好像被人灌了名字 這樣 那 在個時序都有點不同 他們 泰國人 他們為什麼都這麼生氣呢 除了可能有些組織 捐婦 無緣無故被人說是非法等等 大家之前我們有聽過 對 到現在還有就是 喂 泰王 我不是說總理巴鈺 泰王 不知道什麼蛙 什麼 高名 到今時今日 他還是在德國 在德國那裏 而且 也都是 我記得我們說 關於泰國的那一集的時候 起碼都一個多兩個月前 有 關於疫情的時候 他是逃離了泰國 怕疫情 所以去德國那邊避難 也有泰國人發起了一些聯署 我相信聯署大家都很清楚什麼 是 都收了很多 不少 聯署就是說 要列泰王 現在這個泰王 做一個不受歡迎人物 要叫他離開德國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 你遠距離去管治 你的地方 雖然泰王沒有一個很實質的權力 是一個象徵比較多 其實主要是巴鈺 主要都是國會裡面的一些議員 還有總理等等去管理泰國 其實泰王其實是一個很值得尊重的位置 就像國旗一樣 對 但是 自從 舊的泰王 過世之後 新任泰王 上任 之後 其實泰國 都很混亂 我自己 因為很喜歡泰國 所以感受到 因為巴鈺 那邊已經說了 一開始有和平委員會 他直接搞出來 還有是不可以批評 還有也沒有獨立調查 那些事情 因為獨立調查出來 是批評和平委員會 是犯法的 但不是說一兩年的時候 是他一四一五年的時候 搞的事情 其實泰國人 原來這麼多年 時間性上 他們被壓迫很多 對 基於一群長期被壓迫的人 他們會作出反抗 簡單來說 你被媽媽罵得多的話 你也會博罰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 你因為疫情 又玩瘟疫政治 現在那邊是有限在令的 五人以上的集會 全部都是犯法 那些 就是大家很像 很熟悉 對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應該都說 我們很明白 泰國人為何會這麼生氣 明白他們的心情 而且經濟這麼差的時候 一個人最惡是甚麼時候 法共惡 沒錯 我們下一節回來的時候 再說一下我們身邊 近期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地方 都是在反擊極權的政府 政府